大家找事好,我是大海 看见这个房子了吧,前面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呢,是那个前年 我帮一个朋友买的,他花了两万多块钱 这个房子有多大呢 从这个刷白色这个栅栏开始 你是到这个边上 我们先量一下这个距离啊 一米,两米,三米,四米,五米 六米,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应该是二十米 这个宽度是二十米 一直到前面那个白颜色车就那么长 应该有六十米左右吧 这个院呢,应该是一千多平方 这个房子已经过完户了 今天我来干啥呢 办一个大事 因为这个买房的这个朋友吧 他是南方人 因为我家乡这个厕所吧 他都是汉厕,在外面 完了他来年他要来住 他说他这个有点适应不了这个 要我呢,进屋里面 帮他改造一个卫生间 我先今天嘛 上这屋里面给他设计设计 看看这个卫生间改在什么地方 咱们往这边走走来看看 嗯,他在这个房子吧 就是这个房子,这个里面还有两家邻居 那一家还有这一家 这个就是大门了 咱们进院看看啊 那个是大门 我现在已经进院里来了啊 这个房子啊 原来这院里老干净了 大家看见了吗 给这放了这么长时间 院里已经全部长上草了 这草长呢,跟人那么高了 那一棵树呢,是野果树 是山精的树 嗯,这个就是房子的门 咱们先进屋看看啊 我现在已经进到屋里来了 这是屋里门 进到屋里以后啊 这块有一个小屋 咱们先看看环境啊 这是一个走廊 这块呢,是一个客厅 客厅就这么大 嗯,这块呢 墙上扣个洞 可能是放鞋的,当鞋架的 完了,这屋呢,是厨房 那个是随景 窗户都开着了 之前房东送给他一个冰箱 这就是个小屋 看那底下墙皮的都掉下来了啊 这个屋里面是带着屁的 这个,他呀,他想这个 让我把它给改造一下就改这屋吧 把卫生间摞到这屋来 嗯,这屋是怎么个摞法呢 把这个炉子扒了 完了,把这个地板呢,全部给起掉 就是之前那个八几年那种地板 完了铺上那个地板砖 碰上地板砖以后 这会儿按一个洗脸池 这会儿按一个坐便 这个坐便的话 往外面挖一个渗水井,直接排到外面就行了 应该就是这个格局了 咱们再上外面看看啊 嗯,我又出来了 这个屋里面就是 但是刚才我说改造卫生间这个屋 这个外面这口渗水井呢 就挖到这个位置就行 这个位置 挖完了以后整个管道 埋在地下那一米多 完了进入屋里 但是这个渗水井 得挖最少的两三米 得挖到石头 完了排的水茶 才可以,才可以渗,才可以渗进去 嗯,咱们再往前走走看看啊 看看这个院 这是一个长房 看这个长房 里面全是破箱了破柜了 这个原来是一个大棚 这人一不住 这大棚都快倒了 之前的厕所是在这儿 这个厕所是旱厕 一共是两个大门 这还有一个大门 玻璃也碎了 看这厕所吧 看这个房子 整体所有的院就全是 这么大个院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的卫生间呢 就是设计在那个小房子 就是带个烟通那个小房 完了一会我就跟房东说说 完了他要是行的话呢 嗯,我现在就开始找人 帮他开始 开始收拾卫生间了 因为我加强这个季节吧 现在是野生松子丰收的时候 那个每天采野生松子丰呢 他们都能挣一千多块钱 所以说现在是没有闲人 完了我看看 就找谁给他 帮他把这活干了 因为要是再拖几千吧 等到十月份呢 该下雪了哈 所以说啥会也干不了了 现在就得抓紧 完了一会吧 我就回去 我就问问那个房东 他行不行 他说同意把卫生间设计在那个屋里呢 完了明天我就去找人了 我现在已经到我妈家了 这些地下塞的都是豆角丝 这个都是我收上来的 都是今年的干豆角丝 这都已经塞的嘎嘎干了 我又放外面 我又塞了塞 大家要是有想要这个豆角丝的呢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然后下单就可以了啊 这都是今年的新豆角丝 这都是我们当地人自己压量的 完了腰给收上来的 这个豆角丝怎么吃呢 它是炖肉吃的啊 就是炖菜吃的 收到以后呢 完了抓一点 完了放在盆里就一泡 完了泡完了以后 跟那个五花肉排骨什么炖在一起 它老好吃了 我现在抓点就进屋啊 进屋给大家泡一下吧 完了让大家一会看看 这个豆角丝泡完是啥样的 我把这豆角丝已经拿屋来了啊 我妈说了用热水泡 我妈说了用热水泡 泡干了哈 给它泡干了哈 给它泡一会儿 泡干以后 炖肉前之间一起割 啊先泡一会儿 对和骨头了 豆角丝我泡了有20来分钟 大家看看怎么样 看看干干净净的 这一点咋的东西都没有 这多干净 大家看看 呃这一袋是一斤 都是我妈装好了 完了大家有想要的那个下单就行了 看这一斤就有多少 这一斤这么多 我刚才抓一点就泡了这么多出来 这个豆角丝 有想要的下单就可以了 完了但是吧 有很多朋友他跟我说 说他找不着下面的链接 我告诉大家这个链接怎么找啊 要是能能看见豆角丝下面连接呢 直接就点 要是找不着豆角丝下面的连接呢 就点击野生木耳 啊这一袋子野生木耳呢 是精就是特A级野生木耳精品野生木耳 这都是这都是钢打袋子的啊 大家看看这野生木耳 他这个特A级野生木耳吧 就是过了两遍塞了 里面一点杂质都没有 完了之后呢 大家就想要那个干豆角丝的呢 就是点击下方的连接 这个连接就是野生木耳 然后就进入我的店铺了 在我的店铺里面找这个豆角丝就可以了 但是要是找不着这个豆角丝呢 就是点击我视频的主页 在橱窗里面找野生木耳 完了点击野生木耳以后呢 又进入我的店铺了 在我的店铺里面再找干干豆角丝就可以了啊 干豆角丝已经都上架了 我现在把这些豆角丝给打包给优走 今天后台下豆角丝的单子也不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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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